一向照顾长辈、关怀民众的县长李明增 今天在现议员蔡孟儿的陪同之下 来到竹山镇捅头里的巷弄长照站 关心长辈们日常的生活情况 李县长表示 站内每天都安排各项学习课程 让长辈生活过得很充实 一进到社区的长照堆就受到乐地的欢迎 县长李明增就是在把忙之中 特别拨控前往竹筒社区的契级巷弄长照站 那些长辈们平时在社区内的生活行情 李县长表示 这是在蔡孟儿议员的配偷下 来到竹筒里关心这里的长辈 竹筒社区每天都有安排各项静态与动态活动 让长辈的生活不会发挥 因此长照2.0这里的长辈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管长回当我们蔡孟儿议员和我们竹筒顶 上山区的汤桃里 这些老大人也需要我们来关心 管长也特别过来跟这些西点长辈的老大人 来关怀这些 我们来这里赏口 来这里大家做一些秋月生活活动 过得有很好 大家今天管长来来防市 这些老大人很高兴 所以长照2.0实际有必要 还要来扣担 还要找一个社区 或者说利益较多的老大人 都可以来参加 让他们参加这个活动 我想这些老大人 这次在家也没了 有这个长照 感觉到老师来给我们 辅导唱歌 味道 运动 这些老大人身体都真的 真的帮助 真的好 县议员蔡孟儿则表示 看到社区的干部非常用心 把这些长辈照顾得非常周全 尤其是看到他们欢喜的表示 很令人欣慰 希望未来能够越办越好 今天好 我们很感谢林县长 昨天来我们汤头社区 看到香弄长照 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总監事蔡桂莲 以及我们的理念都非常用心 把我们的社团都帮得非常好 尤其我们的萧淑珍老师 它是非常有经验 刚才看到我们萧淑珍老师 跟我们的社团 在这里在共同跳舞唱歌 看到我们社团人的那种 欢喜的表情 问候也感觉说非常安慰 因为我们的管政府 可以对到我们社区这样照顾 大家都非常用心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付出 希望我们这个西区店 日后可以拿班 好 拿来拿坐一人 谢佛思老处之表示 童童社区 系级校弄长照正 每天除了设计更像活动 聘请专业的老师 来教导长辈位 每天中午也有公益午餐 而菜单也由营养师 特别精进的规划 让长辈出了适当的运动位 也有均衡的营养 记者陈源志 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